Windows Defender也是Windows安全中心 它不仅会在后台占用大量的支援 莫名其妙杀掉你本来应该安全的软件 有时候还不知道在执行什么奇怪的任务 占据大量的雷存 在以前的一些Windows Defender版本 它还会占用大量的硬盘支援 剪接影响硬盘的寿命 首先是关闭掉Windows Defender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安装一个第三方的杀斗软件 这样Windows Defender自己就会沉默下去 但是现在第三方的杀斗软件貌似都有一点不太OK 我相信你也并不希望自己的电脑一直被其他的程序监控 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方法来关闭掉这个功能 有的方法可能会随着Windows版本的更新而失效 这个视频是以Windows 11的R4H2作为演示 视频后面的这些方法均可能会让你的电脑系统出现问题 强烈建议备份好自己的资料后再操作 首先是不使用任何软件的方法 也就是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 并且所有的Windows 11版本都可以用到 我们得先保证我们的注册表修改成功 Windows搜索安全中心 点击这里的病毒和威胁防复管理设置 把这个创改保护给关闭掉 然后我们在Windows搜索这里搜索注册表编辑器 进入到第三个 Software Policies Microsoft Windows Defender 然后在里面空白处右键 新建一个32位值 输入DisableAnti-Spyware 这一个值 就是屏幕上的这一个 然后双击这一个值 把这里的0改为1 重启过后了就可以生效 我们再次进入安全中心 会打不开这个病毒和威胁防复 一直在转圈 如果你的系统比较新 很有可能 它再过一会儿 它就自己恢复了 如果还需要更完善 我们可以往注册表里面 添加更多的值 也是为了防止Windows Defender服务 死灰复燃 我这里准备了这一个R1G文件 直接双击点开它 就可以添加这些值 这里感谢这个Apple主提供的这些素材 可以去看它的视频了解更多 这里是要添加的一些东西的塑形结构 注册表完整的修改过后了 需要重启电脑才可以看到效果 重启过后 现在才相当于是裸奔 有点危险 而且现在我们再去下的东西 只会提示你有问题 但是是可以绕过 并不是直接删除掉 这是因为 还有另外几层保护 本期视频都会解决 求一波点赞关注收藏 不过分吧 有朋友可能会说 可以使用电脑自带的这一个 智能应用控制这个选项 但是这个功能呢 貌似现在的版本有些bug 在我的电脑上运行的时候 刚开始明明说好的不删软件 但是在后面使用的时候 又开始莫名其妙的删软件了 前面的这个方法呢 在后台了 还是有些服务在跑 但是它占用的内存可能不多 要彻底的关闭掉 Windows Defender的更多的相关服务 还是要借助第三方的工具才行 这一个某OEM出品 可以快速的关闭掉 Windows Defender的相关服务 这个软件的好处在于 它有专门的签名 以至于我们下载它的时候 不会先被Windows Defender 先给拦截处理掉了 后面介绍的几个软件呢 均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是呢 因为它需要进入安全模式 如果你的电脑使用的是微软账户登录 也就是设置着你的左上角 显示的不是本地账户 是一串数字或者是邮箱 然后你又记不得你的微软账号的信息 比如说你的微软账号的密码 冲击的时候呢 可能会卡在登录的这个地方 我强烈强烈强烈建议在使用它之前 按照其他的教程 退出你的微软账户 并使用本地账户 如果承担不了这个风险 请使用后面介绍的这几个软件 这个是软件的这个介绍页面 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工具下载 下载完毕过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关闭 根据它的一个引导 会让我们进入安全模式 点击这里的确认 我们再次去这个 我们刚刚保存软件的目录 点开这个工具 再次点击这里的关闭就可以了 此时电脑重启 并且恢复到正常模式 会发现Windows Defender 现在已经被关闭掉了 并且在任务栏里面 已经是找不到它 以上的这个软件是 OEM提供 当然还有其他的软件 也可以实现相当的功能 也不需要进入安全模式 这一款Windows Defender Remover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是专门为了移除Windows Defender 而设计的 它同时会删除掉VBS保护 安全中心等等功能 当然这个是可选的 一系列的安全功能等等 它也提供了教程 可以自行的去修改Windows镜像 把这个软件做进镜像里面 以后安装系统就不会再有Windows Defender了 我们在它的GitHub主页里面 找到这里的Releases 里面的这一个exe文件 也可以使用它的pse文件 如果我们下载这里的exe文件 下载的时候系统还是会主持下载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是保留文件 点击详细信息 再点击仍然保留 如果这里显示 无法下载检测到病毒 右下角会有弹窗 我们进入到这一个界面里面 还是点击这里的病毒和威胁防护 下面的这一个管理设置 把这里的实时保护给关闭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浏览器里面 点击这里的重新下载符号 再进行一样的操作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唉 没有关闭defender下的软件都是这么艰难 我们这里直接打开它 还要一层保护 同样的是点击这里的更多信息 人要运行 求生欲还挺强的呀 在这里面可以输入 YA或者S来执行对应的功能 分别是移除Windows Defender以外 还要移除其他的安全功能 A只是移除Windows Defender S是移除所有的安全功能 我这里的话建议使用这个A这个功能 移除Windows Defender保留USA的功能 具体的可以查看Github主页有详细的介绍 还是特别注意 使用这个工具了 它会破坏系统的一些设置 可能会导致一些软件无法使用 和基本的安全性降低 我这里使用的是 直接输入 等待程序执行 大概一分钟不到 再重启电脑 重启过后就会发现 任务栏的安全中心也是被直接干掉了 即使主动去进入安全中心呢 里面也是空空如也 再次下载软件呢 仍然会有浏览器的提示 但是不会主动去删除掉 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个很好用的Windows设置工具 这是一个Windows轻松设置 作者也一直在更新 里面类置了许多好用的设置功能 这个是软件作者的B站专栏 可以在这里面下载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简介里面 下载并解压好软件过后 打开这个软件 进入到上面的这一个Defender 按照下面的提示 关闭掉实时保护和篡改保护 然后再点击这里的一键进入WD 现在也和上面那个一样 只会拦截而不会删除掉了 等等你会发现 以上的几个软件的方法 都还是会去拦截和检查 但是不会删除掉 有时候一键下软件的时候 检查要特别久 这才发现实际上浏览器这里 是有三层保护 不知道应该是要吐槽还是要感谢 分别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Windows Defender的保护 就是我们刚刚关闭掉的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 它就直接会把软件给消灭掉 第二个是基于浏览器的 这一个Smart Screen的保护 通常这个是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检查 我们可以在EAT里面的设置 隐私搜索服务里面的 这个安全性的这个选项 把它给关闭掉 最后一步是基于浏览器 内核的一个保护 它会对一些指定后缀 或者是特殊规则进行拦截 在这里只需要点击保留就可以了 关闭它有点复杂 需要利用注册表去关闭 这边专栏也提供了这一个REG文件 我也会放在简介里面 拉下来过后 再去执行这一个REG文件 确定 完成过后了 关闭掉所有的浏览器窗口 再打开 这个时候下载软件 终于可以得到流畅般的下载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和软件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大家留下一个点赞收藏 关注我是对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